大家好,我是梅油小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大骨头汤的做法 熬好的大骨头,汤浓肉香,营养好吃,无腥味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这几天棒骨涨价了 之前5块钱一斤的大棒骨涨到8块钱了 先把大棒骨洗干净 然后把棒骨倒入凉水锅里面淘水 加入葱段和生姜片 再加入少许的高度白酒或者料酒去除腥味 先不用盖锅盖,直接开大火煮开 这样可以去除大骨头里面的血水和乳味 也可以去除掉一部分的瓢鳞 等锅里大火煮开后,再多煮2分钟左右关火 然后把大骨头控水捞出来 用温热水冲洗大骨头 把骨头上面沾的血沫和杂质都冲洗干净 洗干净后,控干水分备用 下来往锅里倒入少量的油 油热以后,挨个把大骨头放入锅里面间 用中小火煎 煎的时候呢,要勤翻动翻动 一直要把大骨头煎到表面微焦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往锅里倒多一些的开水进去 顺便用勺子,把锅里漂的油脂和浮沫捞出来 这样熬好的骨头汤喝着不会油腻 而且也不会有腥味 然后把骨头全部倒入砂锅里面 继继续往锅里倒入开水进去 再加入葱段和生姜片 加入少量的米醋进去 米醋可以促进骨头里面的盖制释放 然后盖上锅盖 等锅里煮开后,再转中小火炖一个半小时 下来准备一颗提前削皮洗干净的山腰 然后把山腰全部切成滚刀块 山腰切好后 先放入凉水盆里浸泡 防止氧化变色 大骨头炖了一个半小时后 先把锅里的葱姜挑出来不用 然后往锅里倒入切好的山腰进去搅一搅 继续干锅盖 中小火炖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往锅里加入一勺盐 再撒点枸杞进去煮两分钟 最后往锅里加入一勺鸡精 然后再撒上小葱花进去搅一搅 搅匀后关火 咱们这个山腰骨头汤就熬好了 熬好的骨头汤味道香浓 既营养又美味 一边喝着汤一边啃着肉 实在是太香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点赞 咱们下期视频见